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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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史上第一个有检察官 他愿意提起再审 为被告 为一个死刑犯提起再审 大家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他所受到的各种的指责 各种的压力 他能够担下来 然后提出这样的一个再审 才会有今天能够无罪判决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以往当然审检辩 虽然是三方顶途而立 但是通常检察官跟律师比较说是站在对立的立场 但是我们看到检察官他的本意 本于他的良知 本于他的专业 然后他为被告的有利跟不利的这样的一个细心地去探讨 然后不为各种的舆论的压力 然后提起这样的一个再审 法务部要正视这个案子 你要回答我们为什么一个检察官 两个检察官三个检察官做对的事情之后 他们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而不是受到鼓励跟支持 法务部长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也希望法务部能够肯定他们 给他们加学 那法官的部分也非常高兴 终于有法官能够在检察官提出这样子的再审之后 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 第二我要看到检政组的角色 我今天看新闻报道非常奇怪的是 检政署聘请了两位大律师 说是站在被害人立场 被害人是一位殉职的警察 站在被害人立场来反对检察官的提醒再生 而且去质疑无罪的判决 那其中有一位律师甚至于说 无罪不等于冤枉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等于是在诅咒一个被冤枉了这么多年的 郑姓泽在终于获得无罪平反之后 还要继续卑微的这样子的污名 去过他剩下的人生 侦办郑姓泽案的这些封原分局的这些刑事警察 那他们如果当时他们的当时候 刑求的这个责任 那是不是应该接下来要被追究责任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 刑求造成这个不正的自白 让郑姓泽在过去的十五年在整个那个司马提事中被翻缴 在场的目击证人证词很一致 他们都说看到 他们知道罗武雄对苏献皮开枪 那怎么知道的呢 在罗武雄旁边的这个张芳龙 他说声音很大声 我坐在他旁边我有听到 然后再过来的这个萧汝问小姐 也说我有听到他开枪 然后罗武雄的右手边 就是吴鼎堂先生说 我听到两边都有开枪 那所谓的两边 他指的就是苏献皮跟罗武雄 他两边都听到一枪声 最后呢 比较靠近门口的这个梁汉章先生 他长得就比较模糊 他就没有说他听到 他就说好像罗武雄那里有动作 那其实这几位目击证人的证词 他们在整个在神里面 他们的证词都是一致的 可是这个一致并不是说 每个人讲的都一模一样 不是 是因为他们依据每个人在包厂里面 坐的位置不同 他们讲的就可能有一点点不同 好比说为什么梁汉章没有说他有听到 因为梁汉章坐的是最靠近门口的位置 门口是这个 底下这个长方形就是门口 门口另外有两位到三位的警察 也在上里面开枪 所以从梁先生的位置呢 他应该会听到门口的枪响的大声 那他距离罗武雄又比较远 所以他的证词就比较模糊 那其他的距离罗武雄比较近的 都非常一致的就是说 我有听到他开枪 确定探觉认为说郑姓泽 从他的位置上面先开了一枪以后 然后就像鬼魂一样的 跑到罗武雄旁边的位置上去再开两枪 然后又游回来 那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 陆及证人怎么说 第一个梁汉张先生 坐在郑姓泽的左手边 他说枪战中 我的姿势就是手抱头 然后往右缩 靠在郑姓泽身上 整个枪战 他都是这个姿势 没有改变过 郑姓泽右边的萧如恩小姐 我是往左边靠 有接触到郑姓泽的手臂 因为他是坐在我的左手边 所以在枪战中 盛姓泽是像夹心饼干一样的 被他左边跟右边的两个人靠在一起 好 那如果他真的要向确定探觉所相信的 有在走道上移动 跑到罗武雄那里去的话 各位可以在平面图上看到 他一定要经过萧如问跟张芳龙 对不对 那萧如问怎么说 他说枪战中没有人从我面前经过 张芳龙怎么说 他说他前面完全没有空间了 除非他们的电影 看到我们从2011年开始救援这个案件 我们一共提起三次非常上诉 一共提起三次再生 每一次都被罪了 大家常常在谈论死刑制度的时候说 无辜的当然不要杀啊 但是如果最更确凿的就要杀啊 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司法制度 就是会挫罚无辜的人 当作是对诊确凿的人 然后把他杀掉 张芊泽就是这样的名字 那其实这两次的再生 我们同样遇到法官回避的问题 特别要提出的是第二次的再生 当初驳回再審的审判长江锡林 江锡林他是郑芊泽跟一审的审判长 他也审过这一支案 但在这个再生案件他从同样再来审酌这个案件 有没有开启再生的必要 那这同样有刚刚法官回避的问题 这案件他曾经判过死刑 他曾经认定郑芊泽有罪 他如何可能 我们如何期待说他愿意推翻自己的有罪判决 郑芊泽同样提出三次的视线 第一次视线是针对再生的旧判例 刚刚特别提到这些旧判例非常严格的显示 让一个案件几乎是难以翻盘的 这案件还在司法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司法院面对这些旧判例的态度是如何的 第二次的视线是刚刚提到江锡林审判长 这个法官他继续再审理这次的再审案件事实上在过去有一个判例之时 大家可以看这个判例是民国28年 这么旧的判例当初也许限于法官原格的因素 而让法官必须要有采取这张便宜措斥 如果你再审到这个案件的话你不需要回避 但现在我们难道还要被28年这种判例的幽灵所绑住吗 的确产生一个冤案很简单 你只要少数几个人他的漫无精心或是一点点的恶意 事实上就会造成一个冤案 但是我们要救援冤案成功 靠的事实上是哪一个你 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相信所有的NGO都被告诫过 就是开记者会不要超过30分钟 15分钟最好 但是我们今天记者会已经一个小时又10分了 那我非常谢谢大家继续留下来 因为我们真的要把这样的学习传递出去 那同时我们在网络上面也有直播 在Face聯盟的事业上面我们也有直播 我们也想告诉在网络上面 看着这个直播的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郑庆泽的平板制度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完成 那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坚持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